元朝迎建新都 大云和尚 一时千帆净发白鸽蒸柳 大量的木材砖石 被源源不断地运往了紫禁城 所以有了运河飘来紫禁城的说法 这座有着600岁高龄的 大型木制古建筑群 之所以这么多年能 宝经风雨屹立不倒 完好如初 除了它有损卯结构做支撑外 与它上层的砖瓦质量 也密不可分 请听题 这件文物是建造皇宫 特意烧制的细致方砖 因产地为山东林青 又被称为林青砖 制作林青砖 有着严格的技术操作规程 其程序和环节极为繁琐复杂 因而林青砖的质量非常好 请问 以下哪些是使林青 成为宫廷用砖产地的原因 A 林青地处黄河冲击平原 土质较纯 B 林青的水质清澈无杂质 C 林青从事烧砖的工种旗被 分工明确 D 林青处在温水 温河的交汇处 交通便利 多少人答对了呢 请看 本题正确选项是 A C D 本题共有五位选手得分 祝贺 今天呢 你到故宫去 你看那个墙上 那个墙砖 城墙也好 那房屋的这个 用的墙砖也好 各种地方 你看的最多的 那就是林青的贡砖 就是那种青砖 林青的贡砖呢 我们除了故宫 在这个天坛 在这个其他的很多 北京的一些地方 跟皇城 宫城有关的 都是 大多都是林青砖 林青的贡砖 有当地的莲花土 这个莲花土 它是因为当地是 河道冲刷的 这个沉积的这个泥沙很多 它就一层沙土 一层泥土 颜色浅深不一 最后呢 形成一种像莲花一样 这种深浅相间的这种土 然后呢 它经过不断地淘洗 经过各种复杂的工艺 那应该说 这个工艺是非常非常考究 最后用了这种莲花土 还有当地的这种水质的关系 最后特种工艺下 又有严格的这个检查的程序 和这个拣选的程序 产生了这样的供砖 最后呢林青 那就是一个运河的 这个重要的一个枢纽地带 然后它便于 把这些东西运到北京 我们说紫禁城 是运河上飘去的 营造紫禁城的时候 就用了两种砖 那么林青砖 刚才说的主要是 我们讲是墙砖 它就是契这个宫殿时候 所使用的 而在紫禁城中间 在一些重要的宫殿中 当时地上铺的 就是我们苏州的金砖 那苏州的金砖 之所以能够和这个山东的林青砖 都作为修建皇家宫殿 所使用的 还是和它的烧造的这个技艺 包括它的这个泥料的 这个精美程度是有关系的 金砖产自我们江苏的 苏州的陆木地区 它用的就是这个阳城湖的这个泥土 那么也一样 阳城湖的这个湖底的这个淤泥中间 质地非常的细腻 那么所以用它烧造的砖 也是质地非常的精细的 再一个就是刚才也说了 就是它整个的烧造的时长 要非常的长的时间 所以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刚才我们在说 只有在故宫非常重要的一些的宫殿中间 才会用到 那么又因为这个金砖是通过大运河 从苏州运往金城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金用的是这个金城的 又叫金砖是金城的金的这个意思 这样的话我们就明白了 其实即便是小小的一块砖里 也是满满地包含着 我们中国人的东方智慧 紫尖城里面的所有的那些木料 砖料 瓦料 基本上都是通过运河运过去的 紫尖城内部的生活的那些工艺品 其实 到底是发生上面的 那一 axis 一个星期 许可 这个地方 这个香港 译